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越来越被重视 因为生物智能不但是化石能源的合格替代品 而且还具有可再生和环保的优点 实验证明生物燃油排放的二氧化碳 就等于提取生物乙醇的原材料 在生长过程里所吸收的二氧化碳 换言之生物燃油二氧化碳的净排放为零 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政策 鼓励生物智能的产业化发展 德国政府出台规定 对生物燃油产品免税 生物燃油公司有望以每升0.5至0.7欧元的低价 卖给车主 这比目前市场上化石燃油的价格比一半以上 对饱受油价飙升之苦的车主们来说 廉价的生物燃油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 那就是目前马路上和工厂里的汽车 一般都只安装了供化石燃油驱动的引擎 并不适合生物燃油 因为这两种燃油对汽车引擎的要求 还有一些小区别 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引擎的控制器 必须适应生物乙醇和化石燃油不同的燃点 由于生物乙醇的润滑剂含量比化石燃油低 因此阀门也得用特制缸制造 面对生物燃油巨大的优势和潜在的市场 很多汽车厂商都在自行研发新型汽车 安装可变通使用的两种燃油的引擎 美国一家公司开发出了一种可变通引擎 支持使用的高浓度生物燃油 生物乙醇对化石燃油的比率高达85% 比15% 离全部使用生物乙醇只有一步之一了 为了证明生物燃油的普遍适应性 工程师们还把生物燃油装进轮船里 几年前 西西兰的一位航海探险家 使用生物燃油驱动他的探险船 成功地完成了环球航行 探险家的这一撞举 极大的鼓舞了科学家的热情 专家估计仅在德国一个国家 生物燃油可以替代燃油总量的25%以上 而不是欧盟规定的6% 接下来请观赏 古井贡酒特约之 枪枪三人形 大路上 大路上